可恶到底是谁帮我住在第一排的 这这这这这这什么东西啊 大哥你这算是什么植物 别别别吓我呀 这又是什么 反了吧都反了吧你俩 对了同学们 今天也是西瓜Play决赛的最后一天 大家可以在西瓜视频AVP上点击花生的主页 继续之后就可以给花生投票 防弹幕评论长安点赞都可以获得票数 每个任务都可以做偶斯 感谢大家的帮助 好了笑容会主观 让我们来读一下第一条评论吧 哇你的头怎么又正常起来了 花生嘿嘿 花生嘿嘿 你太棒 给我去别的地方翻面啊 洗嘞吧你 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看 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老番茄 来同学们看这里 这个 它叫花生 看到没有 这个 它是番茄 很明显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们学会了吗 你是甲粉吧 这是茄子 这不是番薯吗 是萝卜 原来是蘑菇 这明明是土豆 土豆我可以帮你水一秒 哎这个钢已经用太多了 我都不想再用了 何况又水不了多少秒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想和花生喝一百杯奶茶 来九十九个拥抱 看九十八场日落 你是 哟我犯病了是吧 刚才那人应该还没走远 要不给你俩一起办个如愿手续 嗯 花生能把你的花生皮补下来看看吗 读到我的话就通宵不暑假作业了 这个时间的话 你应该是来不及了 但是你现在去把你爸爸的皮带全都藏起来 应该还来得及 请问你这花生为花生酱饱熟吗 哼 我当up主的 能卖给你生花生蛋子不长 你他妈骗我花生是吧 本次图评论到此结束 本次图评论不准结束 要不你俩打一架 你吵到我眼睛了 花生如果不能按时更新的话 能不能模仿车杆跳僵尸 能不能模仿自暴僵尸 能不能模仿军人僵尸 吃好东西也能模仿呢 你们要不你们先来试试 我学习学习 花生你在大学做视频这么忙 成绩怎么样 让我查一下 叫我管理系统 然后登陆 我已经不是我们学者的人了 我查不了了 祝花生生日快乐 今天确实是我的生日 然后也趁着这个机会 我回答大家几个正解的问题 为什么要叫花生为花生酱这个名字 首先我很喜欢吃花生 然后也很喜欢吃花生酱 然后我就想着把它俩结合起来 然后就叫了花生为花生酱这个名字 作为up有没有感到无力的时候 又是怎么撑过去呢 自闭的时候可能太多了 我记得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发了第一期视频 然后到去年的六七月份 已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了 应该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了 其实一直是没人看的 陆陆续续的发那些视频 当中有的视频我真的是很用心很认真地在做 但是确实是没人看 自我还一个自闭就那个时候的常态 但还好最早的一批粉丝是一直在支持我 给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甚至当时还收到了一位粉丝写了五六百字的小作文 私信我支持我 哇那当时太感动了简直 那在不断的努力和尝试之后呢 运气使然让我获得了一些播放 从而很幸运地认识了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喜欢 那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当up主的话呢 这个压力啊 还有负面情绪啊是很多的 但是也会收获到一些独一无二的快乐 如果说以后能成为大up的话呢 还能挣一些W 能养活自己 能回报父母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了 那我能做的呢 就是靠凭我的心态 建议做的最好 大体来说就是这样的 视频的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喜欢 同时祝我自己生日快乐 也祝今天过生日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生日快乐 今天的连根之后呢 我打算也是给自己放几天假 好好休息一下 最后别忘了 查个点赞给花生多多支持 那拜拜 感谢你们的支持 以后请继续支持花生 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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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一个 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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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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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